台北市新冠肺炎确定病例及列管中居家隔离个案逼近近万人 卫生局落实每日追踪关怀确诊者及居家隔离者 一旦发现有善离指定处所违规外出的事情 一律立即展开调查查证处时则依法严撤 台北市在COVID-19确诊病例及列管的居家隔离里面 现在目前也就是将近已经万人了 那卫生局这边也确实每日在落实追踪关怀这些确诊者 以及居家关怀者一旦有发现说有一些善离指定的一些场所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展开调查 并且如果查证处时也会来做一个采除的一个动作 那有关于媒体报导说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来说 三峡有一个确诊的案例然后遭采除 但是他的女友居住在涉及在台北市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经查就是我们透过了疾管署的台北北区这边来协助查询 这个个案并非是台北市列管的居家隔离的一个个案 他是新北市列管的那他在4月15号由新北市来告知他有居家隔离 并且他们安排他去医院做裁检那在4月16号确诊 那这个个案也没有本市的一个足迹那目前就是由新北市在处理当中 那从最近的疫情来看其实本土的个案急速的上升 那我们相关的娱乐场所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酒店酒吧 KTV等等跟校园的群聚也越来越多 那卫生局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监设 呼吁大家每天要做好防疫的一个工作 那落实就是每天一定要就是自我健康监测有症状的话 就要就是可以去我们的7个社区筛检站 可以去做一个筛检 那尤其在出入公共场所或者是有一些餐饮场所等等 一定要落实这一些防疫的一个措施 就是戴好口罩做好实联制量好体温勤洗手等等 然后避免感染那保护你我的一个健康 此外外申局也特别说明市长克文哲和副市长黄珊珊 因为日前澎湖会议需要被隔离的相关规定 经查这个个案是居住在新北市 那由新北市来安排採检 那目前是没有CT值 那在职场这个部分目前已经匡列了7个人 那同楼层的办公室的人员69个人执行快筛 那全部都是阴性 那环境的办公室环境的一个清销已经都完成了 那该楼层的同仁也开始实施就居家办公这个部分 那后续也会依照疫情的一个调查来做一个后续的评估 那交通局的这个我们的同仁他是居住在新北市 所以相关社区的一个疫调这个部分是由新北市来做一个疫调 那因为他的职场是我们在我们台北市 所以我们在职场的这一块的部分目前就是匡列7个人 那他的同楼层的其他非密切接触者 就是同楼层的一些同仁的话 我们快筛6个人69个人全部都是阴性 那他的办公的一些场域我们也都完成了 以及公购的一些场域我们也都完成了环境的这个清销 那其他非隆层的一些同仁 我们就启动了一个居家办公 近期是不推动的区籍关怀中心 启动时续会依据疫情需求尽快上线 你觉得有任何不舒服有任何症状吗 目前都没有 目前这个区籍的一个关怀中心是由区公所这边来担任T&M 那相关的执行细节及说明 确认了以后会尽快的提供给里长 那社区的区籍关怀中心的相关的这个部分 也会依据疫情的一个需求尽快来上线 社区的这个关怀中心启动的这个时辰 除了昨天跟今天确认之外 后续就是会依据疫情的一个需求 然后来尽快的上线 我们今天也会观察我们的那个疫情的这个部分 那每一天其实都会有有这样子会上线的情形 台北市设有七个社区筛检站 分别为市立联合医院和平中心仁爱阳明 中校院区关渡及万房医院 平中可预约裁检服务时间扩增为周一至周日 上午8点到11点半 下午1点到4点半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